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最好的家庭教育 爸爸是榜样 妈妈是镜子 一起来听 作家沈夜燕说 所有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 等长大了一回头 才发现 成长的轨迹就在那里 是他勾勒出你的人生 家庭教育是孩子最初的学校 这份教育伴随人的一生 对孩子的性格 脾气 秉性 影响至深 健康的家庭里 父亲和母亲都不能缺席 而有爱的家庭里 父爱和母爱也都要给对 在中国 最好的家庭教育 爸爸是榜样 妈妈是镜子 著名作家刘庸的儿子刘轩 曾在文章中自豪写道 父亲是我认识最成功的人之一 他回忆 小时候家中清贫 是勤劳又坚强的父亲 为他们撑起了一个遮风党雨的家 从抑制节目的主持人 再到畅销书作家 刘庸这一路走来 有挫折 有困苦 但唯独 没有气馁和放弃 在父亲刘庸身上 刘轩明白了一个道理 坚定乐观 是男人的宝贵品质 弃而不舍 是成功的关键 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 是刘轩成长的力量 一次父亲节 有人问刘轩 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 他回答 它极大影响了我的人生 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 我习惯父亲在家的安全感 从他身上 学到一个人 可以在不同环境下 做好不同的职业 教育的道路有千万条 而言传身教 才是最靠谱的捷径 孩子通过观察 父亲的种种行为 以及与父亲平日里的接触 会形成自我认知 进而模仿 从而影响孩子自身的 性别认知 努力培养和性格完善的 一个合格的父亲 不需要多么有钱 有本事 而是让自己的事业 和孩子一起成长 当自己成为了孩子 眼里憧憬的模样 又何愁 他会不顾一切 踏上人生弯路 有父亲以身作则 带头领路 孩子的未来 才有方向 如果说 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是 领航人的角色 那么母亲 则是一个家庭中 情绪的调节法案 胡适在 《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 我母亲的力量大 性子好 大人最仁慈 最温和 从来没有一句 伤人情感的话 小时候 胡适家境颓败 每年除夕 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来家里 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胡适的大哥见状 早已出去了 而母亲 不急不躁 既不自怨自怜 也不撒谎怒喝 自顾自地 走进走出 料理年夜饭 谢灶神 压碎权等时 脸上没有一丝怨气 到了近半夜 母亲才走后门出去 请一位邻居到家里来 给每一家债户分一点钱 和颜悦色地 把一个个讨债地送走 最后 胡适写道 如果我学得了 一丝一毫的好脾气 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 待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宽恕人 体谅人 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在一个家庭里 倘若有人发大脾气 就像在平静水面 投下石头 有时是细细拨纹 慢慢往外边扩散 而有时 却能掀起惊涛骇浪 而母亲 是家庭情绪的核心 母亲的情绪 决定着 整个家庭的温度 一个情绪稳定 不断发脾气 不满口抱怨的母亲 是孩子内心安全感 和温度的来源 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 有其父必有其子 有其母必有其女 真的是这样 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日常 便能推断出 一个家庭的状态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而孩子则是父母的影子 教育孩子就是拼父母 拼的不是金钱和地位 拼的是父母的教育态度 拼的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求 和对孩子的要求 对孩子提要求很简单 只需要出张嘴就行了 但是对自己提要求却很难 需要自律和毅力 但是往往只会要求孩子 不会要求自己的父母 很难养出优秀的孩子 因为说教一千句 都不如父母的一次一身作则 东京名相谢安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最好的家庭教育 就是父母要做最好的自己 父亲有时间陪伴孩子 对家庭负责 对妻子体贴 对孩子关爱 先要求自己 再要求孩子 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 坦然地用行动 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 母亲能够有好情绪 不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影响自己的情绪 也不会随意就把自己 余生的期望 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 无论遇到什么事 尽量心平气和地说话 而不是生死历劫的爆发 这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对于孩子来说 最好的教育 不是给孩子请明师 买学区房 而是有一个 能为孩子做好榜样的父亲 还有一个情绪稳定 不在孩子面前随便发脾气的母亲 这样的幸福安全的家庭 才是孕育优秀孩子的温床 爸爸是榜样 家才有方向 妈妈有温度 家才不会散 最好的家庭教育 就是父母 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